好 这次来玩这款游戏 Nine 动物大富豪 进来 啊 是一款独家进化版的扩克牌游戏了 独家进化 诶 靠谣我的戏怎么不见了 啊 算了 单人模式 开局 来看一下玩法好了 这个扩克牌的玩法是 大老二吗还是 首次出牌的玩家可以自由打出一张一张的牌 首牌一续是三四五六七八 什么 大老二的样子好像是 打出八就会发动 细合不过八的规则 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玩法 是我对于扩克牌的玩法 我会的不多 其实我很少在玩博弈类的东西 鬼牌可以压过大多数的牌 也可以做任何花色 黑桃三 可以唯一特制鬼牌的 可以唯一特制鬼牌的 发动革命 葫芦 四张 这不是铁枝吗 花色连锁 除了这个 除了以上的花色 其实要蹦出了 所以我们也能出黑桃室了 这规则大概要了解一下 这规则大概要了解一下 只要是相同花色还有连号的牌 都可以一次打出去 然后 这样就是 三张手牌可以这样直接打出去 好啦 那牌已经出光就算赢了吧 然后我就变大富好了 哇 我现实生活中如果是这样子 那多好 哈哈 然后还有道具 开局吧 现在有三种道具 使用回头道具 哦 这是回头 铜花圣 铜花树 比我大 越來越大 所以可以用臨時革命的技能 正式互相 怎麼感覺好像你用了以後 你的排組都會改變 器牌 玩下來其實沒什麼感覺 我這個要研究一下 扭蛋 好可以強化角色了 跳過吧 就有一些挑戰者 那他們應該有什麼特性吧 天賦之類的 富豪值加200 SR的喔 快點 開箱版模式 然後賽季開始了 要開檔了嗎 好啦我們大概隨便玩一下好了 不用教了啦 隨便開局啦 輸就輸啊 好不好 哇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我都帶一帶好了 啊 已經帶了 不知道帶這些人幹嘛 剛剛也沒什麼在看說明了 反正我處於劣勢我就發動就好了 他們是真實玩家嗎 好像是真實玩家 他們出牌很慢喔 那因為是全球對戰嘛 所以有日本玩家也很正常 兩隊 那我也可以出一隊吧 打把出 挺可愛的啊 他PASS了 有比我大的嗎 沒有啊 嘿嘿 90C 紅花盛啦 你們也是只能PASS啊 除非比我更高 是不是 啊這個很思考有夠久的 好 六七 多少耶 我們打一張出去好了 哇 不 哇 打錯張算了 我想說應該打別張吧 打個紅心五之類的 打單張他就跟著單張啦 你就跟著單 a 那規冥玩家叫甚麼啊 阿底骨 有點慢耶 這張用手牌可以出去吧 找好 得叫 喔我有雷牌欸 所以 我可以來一個同花 instagram 赢了 大饶饿 出来 出账 出账 我们把这个牌不要了出去 技能把他用一用好了 结束一轮 运时革命 运时革命他会怎样 一队 好 这个好 PASS一下 PASS 哎呀 思考好慢喔 QQ QQ先出去了 QQ 嘿嘿 你不可能有牌也可以贏我吧 欸他是怎樣 思考磁環 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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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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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話我就輸了 沒有的話我就要贏了 喵有用嗎 完了我被我被喵牌了 他知道我還有一對 用回頭有效的 哇他拼得老命 這檔看起來要輸了 啊實在是太慢了 啊他還是都補充一點DHF 他這個速度 啊 好吧遊戲就玩到這裡好了 反正玩法大概就這樣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